为解决伊兰县罗东镇竹林一带地区的滴水灾害 由政府拨款的竹林水性改善工程 目前正在积极的施工中 工程费1200万元 由省方补助800万元 为了配合这家工程的进行 罗东镇工所从今天开始 公里新庄路、新庄路 两条从过去路到公路路标签口边的道路 以便工程顺利地区 希望来往东西